现在媒体传播发达到处都充斥着各式各样的营销广告 有的广告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但是过度的营销却会带来致命的灾难 山东济南三株药业在1996年销售额高达80亿 然而短短的一年它就因为营销过度而轰然倒塌 欢迎来到郑解局 郑解一切不明白 大家好 我是郑解局小鱼 济南三株在1996年的销售额高达80亿 而那时茅台年销售额不过才10亿 上海浦东新区GDP也才510亿 而说起三株就要说到他的创始人吴炳新 这个人也很传奇 年轻时得了肝癌 医生说都活不了几个月 结果他自己配了一副药 吃完直接就好了 后来凭借他活络的头脑改卖保健品 什么昂历一号天安85亿 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人们对于长寿的渴望 于是决定自己搞保健品 1994年他在济南创建了三株公司 出产了名震一时的三株口福叶 三株口福叶有病治病无病保健的口号 简单又响亮 而他的成功首先在于被神话的功效 推出不久就被一堆科技加深 什么据说北京上海专家共同鉴定 认为是中国首创世界领先 什么拿到了所谓的马来西亚高新技术产品博览会特大奖 有专家还造出理论人类医学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治疗医学时代 二是微生物医学兴起预防医学时代 三是生态医学时代 三株口福叶当然是第三档生态医学 这几个名头可怕人胡得不轻 加上专家为三株口福叶权威打高 顿时吸引了一众忠实粉丝 一看势头正望 吴秉鑫立马开始了他的营销实战 他建立起庞大的销售网络 当时三株全国有600多家子公司 2000多个办事处 13000多个工作站 员工高达15.7万人 在上世纪90年代 这可是仅次于邮政体系的全国网络 据说三株的任何一个产品 都能在72小时到达全国最偏远的乡镇 这可就了不起了 吴秉鑫深爱农村包围城市之道 城市医保健全看病免费 他就用看病花钱的乡村 为三株口福叶提供了野蛮生长的空间 现在互联网电商吹爆的下沉市场 下乡刷墙做广告 其实三株在120年前就玩过了 三株的乡村宣传员 把宣传与宣传话 刷在乡村的土墙电线杆 牛棚甚至毛缝上 那时电视还是影响力最大的媒介 吴秉鑫就在央视地方重要电视台 拿下大量时段广告轮流播放三株广告 他还组织一诊活动去乡村看病 当然三株口福叶就是极好的药品 一系列神操作让三株口福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94年销售额1.25亿 1995年23亿 1996年80亿 当时茅台年销售额才不过10亿 但是问题来了 三株口福叶真的有这么好吗 他的真实药像爆发于湖南汉受险 当地的一个姓陈的老船工得了老年性尿瓶症 1996年6月他花了428买了10瓶三株口福叶 谁曾想陈老汉三四瓶下肚 遍体红肿全身骚痒 喝到第八瓶全身溃烂流浓流水 在县医院他被诊断为三株药物高蛋白过敏 后来病情反复 陈老汉在当年9月去世 陈老汉家人把三株告上法庭 1997年初 湖南常德市中院把陈老汉没喝的两瓶三株口福叶送检 经历报告认定是不合格产品 随后判决三株赔偿29.8万元 并没收三株公司非法收入1000万元 这下可是拔起萝卜带出泥 八瓶三株口福叶喝死一条陈老汉的新闻被真相报道 喝三株会死人的消息 一下子让三株从云端跌进了深渊 1998年4到7月全部亏损 6000名员工放假回家 2400万瓶口福叶积压 大部分子公司办事处工作站一年之内全部关闭 最重要的胜利大军10多万营销员被迫裁员 尽管三株后来选择上诉并且打赢了官司 但颓势已经没办法逆转 从此三株一蹶不振 但是这场官司只是导火索 后来有一学专家说 三株口福叶原料 配料其实是水大豆配芽 双旗杆菌 视酸乳杆菌和DL菌 没有实质性药效 这种保健品说到底 只是靠着强大的营销取得了短暂爆发式的成功 早在1995年广东相关部门就因为三株的广告 超出了广告的审批内容 吊销了他的广告批准文号 但急剧扩张 管理也没有跟上 为了销售数字 三株内部造假升行 吴秉鑫自己就在一次总结会上说过 临时工哄执行经理 执行经理哄经理 经理哄地区经理 最后哄到总部来了 虚有其表没有要效 这样的产品也能不败 不过吴秉鑫确实胆识过人 尤其是在前互联网时代 很多操作令人惊叹 但把宝都压在营销上 一旦出现风吹草动 庞然大物也只能轰然倒地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加转发 关注正解局 为你带来更多 新奇有趣的财经视频 咱们下期再会